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趣的题目 它呢 题目就是1.5 减掉八分之三 你说 诶 这就是一个减法的题目啊 为什么你说有趣呢 这边呢 跟大家讲一下 你仔细看 诶 一个是1.5诶 这个是小数诶 啊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八分之三诶 这个是分数诶 诶 我们之前主要学过的东西是什么 要么就是小数减小数 要么就是分数减分数 啊 这样子要怎么计算 诶 啊你刚刚都已经讲出了一个方向啦 我们会算小数减掉小数 或者是分数减掉分数 那么不如就把它改成小数小数 或分数分数嘛 对不对 这个你应该会做吧 所以呢 我们就做一件事情 先通通都化成分数 我们就这样写 通通 OK 化为分数 化为 分数 好 那通通 化为分数的话 你想想看 1.5要怎么 化成分数 1.5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 10分之15嘛 对不对 OK 小数化为分数 其实这个就是 几分之 10分之或百分之多少 就看它小数点下几位 这个不困难 OK 然后呢 再减掉 8分之3 10分之15呢 实际上是可以 约分变成 3 上面是2 下面是2 所以是2分之3 OK 所以呢 我们再写一下 这边就变成 2分之3 减掉8分之3了 2分之3 减掉8分之3 当然 1分母的加减 就把它通分 变成都是8分之 上面是12 这个是同乘于4 然后这边呢 减掉8分之3 所以最后得到的答案 就是8分之9 所以呢 这里就是得到的答案是 1 然后又多少 又8分之1 OK 这个是带分数的部分 1又8分之1 好 那这个是通通化为分数的 这个状况 有没有别种情形呢 应该有啊 好 所以呢 我们来试试看 解法2 解法2 OK 所以1.5 同样是1.5 减掉8分之3 如果呢 我们现在把它等号 然后变成通通化为小数 好 通通化为小数 可不可以 化为 化为 小数 好 应该要可以这样做吧 我们看一下哦 呃 1.5就已经是小数了 那8分之3 是一个怎么样的小数呢 我们就除一下 好 3呢 先除以8 那就变成0点 这里补0 然后呢 8.3 24 所以这里是60 然后呢 呃 8.7.5.16 OK 所以剩下40 好 40呢 再 8.5.40 所以呢 这边就 这边就补0了 所以 你得到的这个算出来 8分之3呢 其实就等于什么 0.375 所以这里就等于1.5 减掉 0.375 对不对 OK 好 1.5减掉 1有8分之1呢 只要简单验证一下 8分之1 是不是等于0.125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最后做一个小检查 1呢 去除以8的话 0.0 这边呢 是1 没有错 这是8 剩下20 然后呢 8.26 OK 剩下4 那这边补0 是40 最后呢 是5 诶 真的也 算出来呢 8 1除以8 确实呢 是等于0.125 所以1又8分之1 确实呢 也是等于1.125 哦 所以不管你是通通化为分数 或者是通通化为分数 其实这都是可以计算的方式